在新片《火龍》當中,葉璇是飾演一個傾慕黎明的女生。 其中有不少場面,都是爽跑追著Leon。 她們男生都走到氣咳,走到抽筋。 我女生要跟她們一起走,或者街上走,是挺辛苦的。 我都盡力,希望不要女大家NG。 我還要走在第二個,Leon就是第一個, 第二個,我不可以拖太多,後面的人就不可以。 會很慢,所以挺困難。 第二天,起床是動不了,在中環每天走。 跑多少?是否連續跑? 連續一整天都要跑。 由長命斜,一路跑,一路匯豐銀行。 跟那個英俊合作,會不會幫你? 好像… 即是開心一點嗎? 是呀,開心一點呢? 會不會開心一點? 呃… 她這個角色好像不英俊。 是嗎? 她穿了鬍子,什麼都看不到。 很新英俊。 很新英俊。 我都盡力跑得快一點, 要不然就害大家NG就不好。 大部分的演員都爆響口說, 導演林超然有暴力傾向, 拍攝過程非常辛苦, 所以導演自己都說要檢討一下。 由於劇情中,有不少過火的場面, 所以在剪片的時候, 導演都略為山減當中的氣氛。 香港沒有剪,剪了少許, 電檢那邊要求我們剪了少許。 還有劉浩雄剛才說的那場戲, 剪了少許, 但都會看到, 但可能時間剪短了一些。 大陸就沒有了,全部剪三級。 即是如果不剪就剪三級, 現在剪了就剪三級。 是啊,不然就要我們三級。